第12006集 我连忙将冯伟背在身上,正想出门,却忽然听到了门外敲门声。 冷媚连忙把门打开,就见李全福此时正站在门外,看到冯伟腾成这个样子,冲着我们小声说道,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疼。 说完李全福走进屋子,连忙将门关住,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东西,顿时一股很呛鼻的味道传了出来。 我看了看这玩意儿,原来竟然是熊黄。 冷媚也连忙凑了过来,当他看出那熊黄之后,也是愣了一下,看向李全福。 林小哥,你先将冯小哥放到床上,我估计他是被蛇神惩罚了,现在只有喝熊黄酒才能逼他体内的小蛇出来,这样才能避过一劫。 这地方有蛇神? 而且冯伟晚上吃了不少东西,可是我觉得冯伟不会那么傻,还会把蛇吃进肚子。 况且,若真的是有蛇进了冯伟的肚子,那这会儿岂不是穿肠破肚? 还能有力气嚎叫,显然李全福说的有些严重。 可是此时冯伟疼得是满头大汗,就差满地打滚了。 不管怎么说,喝点熊黄酒也不是什么坏处。 于是我连忙将冯伟放在床上,冷媚摸了摸冯伟的脉搏,脸色是惊疑不定。 李全福这会儿已经干脆利落将桌子上面的黄酒勾兑了熊黄, 然后又在火灯上面把酒温热,这才给冯伟灌了进去。 随后躺在床上,依旧疼得是浑身打滚,这能成吗? 李全福咬着牙,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疑惑。 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效果,因为原本疼得不行的冯伟,这会儿已经不嗷嗷叫了。 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,出气多,进气少,衣服随时就要丧命的架势。 但是没过一会儿,冯伟开始呕吐,脸色苍白,李全福连忙拿出脸盆,接住了冯伟吐的东西。 我们看到,在那会晤里有几条灰青色的小蛇,筷子粗细并不是很长,在盆里拼命地蠕动。 李全福连忙将手里的打火机点燃,将盆中的白酒,还有里面的小蛇一个个都给烧得没动静了。 我吓了一跳,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李全福看着我,几位老板,这地方不能待了,这怕是蛇神妙,咱们赶紧走,辅佐今天晚上都得死在这儿。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,李全福所说的话,我并不相信,可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这小蛇从肚子里出来,这会儿对于李全福说的话,已经信了七七八八。 可你怎么知道他肚子里有蛇? 因为晚上,咱们来的时候,冯小哥吃了这地方的东西。 当时我就觉得这地方古怪,因为进来的时候,你们没发现门口挂的是绿灯笼吗? 那绿灯笼一般是不能进去的,那是用来安抚亡灵的,这本来就是荒郊野外。 那还挂着绿灯笼,明显做的是杀人越货的买卖。 对,而且晚上那些汤味道很难闻,你们没有察觉到吗? 嗯,我当时也感觉到这个汤的味道确实很古怪,所以我一口都没喝。 冷媚听李全福这么说,附和地点了点头。 我听了这话,也顿时想起李全福晚上,似乎也只吃了一碗面,并没有碰那个小姑娘送来的东西。 而我这么一想,顿时一惊,因为那碗汤我也喝了两口。 我连忙说了,李全福也是一愣,快速地将兜里剩下的熊黄融到酒里,让我一并喝去。 我喝了两碗,没多久也开始干呕,不过好在我吐出来的东西并没有蛇,但是却有白花花,同样是淡花汤一样的东西。 李全福听声说这是蛇的卵,好在我喝得少,再加上晚上的时候,我并没有喝第二遍的汤水,所以没有生出这些小蛇。 冷媚听完了李全福的话,瞬间从口袋里掏出了月白色的匕首,随后脸上表情就变得非常阴冷。 没有想到这个地方,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小鬼在这里拦络,真是把孤奶奶当成二百五来耍了,等我下去杀了他们几个。 冷媚一边说一边想下楼,却被李全福一把拽住。 冷小姐,现在不能去,毕竟下面的是不是人都不知道。 不是人这怎么可能,我明明看到那个小姑娘身上有影子。 鬼是没有影子,可蛇妖有啊。 这地方自古都有蛇妖的传闻,来的路上就跟你们说了,你们不信,偏要自投罗网。 不下去,难不成等着他们一会儿再送一遍藤阳,看着咱们喝了进去,然后等时机成熟,再上来将咱们一举揭秘吗? 应该不会,你们没听今天外面再下雨,下了雨就要打雷,打雷的话这地方就是天雷, 纵然有蛇神再厉害,那打雷的时候都不敢轻举弯动,所以咱们趁着这个节骨眼赶紧走。 李全福说的话确实是最好的办法。 我扭头看了一眼,冯伟躺在床上,脸色灰白,整个人喘着气都费力,现在外面又是如此大雨,他受了这样的折腾,如果带着他淋上一叶雨,怕是都要生上一场大病,到时候难免就会出什么事。 现在还是不出去了,今天晚上咱们小心些,既然带了熊黄,就在门口撒衣鞋,然后咱们也别出去,就守着这个房间,等明天天一亮,咱们就走。 不成不成,就算说声不能在天雷时候吃咱们,可若是被困在这儿,那也是出不去啊,还是早些走得好。 冷媚一直没有表意见,不知道在想什么,可我心中却是担心讽伟,此刻看他在床上打滚,着实让人心酸,但是李全福说的也对,留在这儿同样危险。 我正疑惑着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,冷媚却轻声说道。 我可以派出我手中的指人兵,让他去楼下探探探情况,若是有什么不对交,咱们也好及时知道,然后快些做准备。 冷媚的指人兵和我的指缘异曲同工,不过冷媚这个指人兵比我指缘要高级,高级就高级在,这指人是要附着周围阴魂的。 这些阴魂死了久久不散,身上多多少少还有些智商,所以派他们出去,比指缘出去动作干净利落,带回来的消息更准确。 但是,冷媚说做就做,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指人兵,一个指人兵出去查看周围的情况,另一个派出去看看楼下一家三口是个什么玩意。 李全福虽然说知道很多传说故事,但毕竟没有真真实实见识过这些玩意。 所以,当看到冷媚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指人交代说话,这指人又如同被赋予生命一般,蹦蹦跳跳从桌子上出门,隐藏在楼梯里,更显得面色苍白。 不过很快,李全福松了一口气。 很早以前,我爷爷说这世界上真有蛇神,我还不信,可是今天见到你们吐出了小蛇,我就知道这蛇神是真的有,咱们这次怕是要惹上大麻烦了。